绵延无尽的海岸线 让人一看就心旷神移 游客拿出相机拍个不停 就是想记录下美好风景 这里是位于台东的多梁火车站 有全台湾最美丽的车站支撑 但也因为游客慕名而来 让这里的环境变了调 我们这里是自己在清 一旁我们那边就很干 就没有办法清 伴随人潮来的 是游客任意乱丢的垃圾 虽然一旁就是有垃圾桶 但游客们似乎不太配合 更惨的是车站下的机房 四周被人丢满石头 连机房的窗户都被砸破 仔细看这四面窗户玻璃 窗户全破 一旁双眼还看得到砸下来的石头 有人说是游客许愿乱丢 不过当地小贩表示 这些都是当地调皮的学童惹的祸 都是小朋友丢的 你看我这里这么多小石头 他们都会剪小石头来里面丢 对 我们又试试过很多次 把一只小石头丢到下面去 那个愿望就会成真 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 疑似是因为附近学童为了好玩 才在这里乱丢石头 台铁虽然有派人定时清除 但还是赶不上被乱丢的速度 更担心窗户被砸破 机房里面线路受潮短路 会影响铁道控制号制 让火车被迫停驶 原本被废战的多梁车站 好不容易靠着美景起死回生 没想到现在又遭人丢石头破坏 也让台铁管理人员相当头痛 记者赖永辰台东报道